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 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耶稣讲话的对象是在第八章的三十四节所说的是众人和门徒 耶稣他要公开的 不仅对他的门徒 要对所有旁边的人公开的说明 他这位被门徒承认为弥赛亚的君王 他所要进行的弥赛亚的任务是什么 而这个任务竟然是背起十字架 然后去受死 这个大出这个门徒跟跟随人的意料之外 因此耶稣也在刚刚的八章的三十八节说 凡把我和我的道 我福音的道 我神国的道当作可耻的 那等到我第二次和众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 我也要把这个人当作是可耻的 我们之前提到马可福音有十六章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前八章跟后八章 前八章主要是在讲弥赛亚的秘密 什么叫秘密 其实这是一个公开的信息 耶稣他宣扬自己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 这是一个公开的事情 公开宣扬 公开包含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从启示的角度 神如果没有告诉你 你就不会知道这件事 这个叫做启示 因此耶稣就是那位预言要来做君王的弥赛亚 这个是神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 所以这是启示 因此耶稣就是弥赛亚 这是一个公开的被启示出来的一个公开的信息 一个公开的神国的道 因为神国的道主要就是在讲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那第二个他这个弥赛亚这件事情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件事情也透过耶稣让他的门徒们到各地方去公开的传扬 因此他是一个公开的信息啊 他是一个公开的道 但是为什么变成弥赛亚的秘密呢 因为大家心里面对于弥赛亚应该长什么样子 弥赛亚应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每个人都有一个心中有一个弥赛亚的期待 可是呢都跟怎么看都跟耶稣这位要来做弥赛亚的样子不像 因此虽然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要来做君王的弥赛亚 并且他是一位神性的弥赛亚 有关于这样的弥赛亚的公开的信息 竟然在大部分人的心中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什么意思 看却不明白 听了却听不懂 然后呢看了神迹奇事记号也不能领会 因为心里面鱼丸 鱼丸的意思就是刚硬 就像那个第四章杀种的比喻一样 心中是刚硬的土 所以种子 神国道理的种子撒给你了 你不愿意领受 因此呢一到八章主要就是在讲 为什么公开的弥赛亚信息 竟然会成为一个公开的弥赛亚秘密 关键就在于 心里面的土是柔软的还是刚硬的 而第八章的三十一节开始到整个十六章 在讲的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秘密 可是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也是耶稣公开对他的门徒 和跟随他的人所公开宣讲的一个信息 耶稣他会从会受死 然后从死里复活 这个需要第一需要启示 需要耶稣自己告诉门徒 不然门徒不会知道 这是启示的部分 第二个 就是说当这个耶稣公开的跟门徒跟众人 讲他要受死 并且从死里复活 之后才掌权作王这件事情 门徒听了之后拒绝 他觉得这个太可耻 这个是可耻的 这个是无能的尼赛亚 因此他们心里面拒绝这样的事情 因此 第九八章三十一节到第十六章为止 有关于死里复活的秘密 他的关键就在于 人生命里面的态度 是谦卑的还是骄傲的 如同一到八章讲的 尼赛亚的秘密 能够的关键在哪里 在于你心里面是柔软的 还是刚硬的 然后死里复活的秘密 能不能够被你领受呢 成为一个种子种进去 就在于你的态度是谦卑的 还是骄傲的 那因此呢 第九章这边 耶稣就讲说 你们现在觉得 我这样的弥赛亚 你们觉得很可耻 很无能 但是我告诉你们 在你们这些听众的现场 有人在还没有死之前 就会看见神的国 大有能力的领导 这边指的不是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降临 那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二节 就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 暗暗底上的高山 虽然路加福音讲的是八天 但是我想这个就是当时候的人 六天或八天 这个是当时候的人对于 大约是一个礼拜 这样的一个长度 的一种笼统的说法 也就是说耶稣公开对他们讲 死里复活的信息 但竟然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因为他们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信息 所以变成公开的秘密 过了六天之后 耶稣带着三位他最贴心的门徒 就是彼得 还有雅各约翰这对兄弟 上了一座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 那忽然 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且和耶稣来说话 耶稣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 然后呢 整个的一个状况 很像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 上帝彰显时候的那一种 荣耀放光洁白的那一种形象 那并且呢 有以利亚跟摩西也显现 来跟耶稣说话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 有附加的说明说 以利亚跟摩西是来跟耶稣 这个说话的内容 是讲到耶稣即将要离开的事情 就是讲到耶稣即将要 为世人受死 这件事情 那 为什么是以利亚跟摩西显现呢 因为在旧约的这个 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 第四章的最后三节经文 讲到 就是最后最后 这个不仅是以利亚要来 使得这个地上的人 儿子转向父亲 父亲转向儿子 代表什么 这个人跟神之间要 和好 要悔改 要和好 那也讲到 另外一位 就是摩西 在马拉基书的 第四章的最后三节 我来念给大家听 马拉基书第四章的四五六节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我在和列山 为以色列众人 所吩咐他的律法典章 然后呢 看了耶稣华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因此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的最后一章 的最后三句话 就是在讲着摩西跟以利亚 因此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这边 显现的 跟耶稣说话的 就是这两个人 而这个时候呢 门徒呢 就是看见了 那彼得就对耶稣说 拉比 拉比的意思就是夫子老师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马可这边说明说 彼得说的这一番话 其实出于他的惊恐跟惧怕 以至于他就有点随便乱讲这样子 那有人猜想这个时候是不是祝鹏节 以至于彼得才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情形之下 讲了要为他们三个人搭帐篷事情 但如果这个时候是祝鹏节 他们不应该在这个山上 这时候祝鹏节期间他们应该在耶路撒冷 所以很可能彼得只是 就是惊慌失措 惊恐情形之下 就是有点胡言乱语 当然也在表达他 他们很希望能够继续跟耶稣 和摩西和以利亚 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荣耀里面 因为这是人看得都很羡慕 希望一直停留在这种 上帝荣光彰显的荣耀的情境里面 第七节有一朵云彩来支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 就因为里面讲到有云彩来支盖 这个通常都讲到耶和华荣耀的同在 那这时候呢 所以神就说话了 说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父神也曾经说话 说这是我的爱子 那这里呢 父神就对这三个门徒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这件事情 让我们想起生命记里面 这个摩西说 将来在你们当中 神会兴起一位弟兄像我一样 而他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都要听他 那或许就让我们联想起 这样的一件事情来 第八节 当他们听见上帝说话的时候 第八节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 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而摩西跟以利亚不见了 那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在旧约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摩西颁布律法给百姓 让他们与神立约 而以利亚被公认是旧约里面最有能力和代表性的先知 因此摩西和以利亚 因此摩西和以利亚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律法和先知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即将要受死这件事情 并且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仿佛就是从旧约时代的律法跟先知 就在预告这样的事 就在期待这样的事情要实现 因此在这边 摩西跟以利亚才会显现 然后跟耶稣说他要离去的话 他要离去的意思是一种比较隐晦的意思 就是他要死去的意思 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 彼此议论 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门徒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 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 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 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他们也任意待他 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从第八章的三十一节以后 马可福音的下半段 进入所谓的死里复活的秘密 那因为大家觉得 弥赛亚来要受死 这个事情太可耻了 太窝囊了 他们不要这种弥赛亚 他们要是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 重新独立建国的这种 这种弥赛亚 所以他们不要这种 无能或是可耻的弥赛亚 所以呢 耶稣对他们公开宣讲的 弥赛亚的启示 死里复活的启示 他们一听了之后 反而变成听不懂的 或是拒绝接受的 死里复活的秘密 因此既然大家都无法接受 目前都无法接受 这样的死里复活的事情 因此耶稣就禁止他们 去对别人讲说 这样的事情 第十一节 他们就问耶稣说 文士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呢 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 复兴万事 这本指的就是 我们刚刚读的马拉基书 那但是呢 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 他要受许多的苦 被人轻慢呢 耶稣回答说 的确以利亚他会先来 因为按照马拉基书所说的 以利亚会先来 但是呢 耶稣也提醒他们说 但是圣经上指着人子 指着弥赛亚所说的 弥赛亚必须要受苦 这样的经文不是也很多吗 包含 以赛亚书53章 包含诗篇22篇 还有很多的经文都在讲的 这位弥赛亚 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 那13节 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以利亚来了 在哪里呢 你们也 他们也任意带他 正如经上指着他的话 耶稣他的意思就是 那位会再来的以利亚 其实就是施洗约翰 因为施洗约翰 来做开路先锋 我们在第一章就已经说过了 施洗约翰要带领人 先来悔改 因为父亲跟儿女 他们要彼此重新合一 就需要怎么样 他们要彼此重新和好 需要这个人先怎么样 悔改 免得呢 就是这个弥赛亚来了 他的审判刑罚 真的是咒诅 就连到悖逆的百姓 因此呢 以利亚已经来了 就是施洗约翰 他传讲悔改的洗礼 做弥赛亚的开路先锋 但是呢 这个新约的这个以利亚 就如同旧约的以利亚一样 他们的遭遇都是怎么样 被人任意的对待 他们都一样被君王任意的对待 以利亚 旧约的以利亚 被雅哈王任意的对待 新约的以利亚 被这个小西律王 关起来了 最后把他的头也砍了 这正如镜上指着他说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来祷告 主啊因为我们常常把你公开 对我们所说的信息 因为顽梗背腻 竟然把它变成公开的秘密 拒绝接受 心里不明白 但主你始终没有放弃我们 主因为你这位弥赛亚来 竟然不是像一位超级巨星 或是一个成功人士 你竟然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受羞辱 主啊这是我们常常很难接受的信息 和启示 我们拒绝我们的生命 看起来这么窝囊 看起来这么样没有用 但是主啊 这就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把公开的 实力复活信息领受 以至于公开的实力复活信息 竟然对我们而言 变成是公开的实力复活秘密 因为我们心里面不愿意向你柔和谦卑 我们心里面是骄傲的 我们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道理 主啊求你磨练我们的生命 破碎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才能势力 使我们谦卑的依靠你在十字架上 给我们的救恩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业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一百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业的影片 以及一百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为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钱的灯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